整个凯莉她的全新机制 全球独享的一个奖励制度办法 我们都非常关心 就是未来我们如何在凯莉的平台里面 成就我们自己的人生 钻石人生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 能够在凯莉的平台里面 除了健康美丽以外 我们还希望可以享受富足的生活 我们也能够在未来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多一项的税后的收入 税后的收入 所以今天我就很简单明了 透过文字跟大家表达 就是整个凯莉的制度优势 我们现在要加盟凯莉很简单 要开连锁店非常简单 就是空中连锁店 要成为我们凯莉的加盟经销商 只要准备这些资料就可以了 你的个人信息先准备好 有姓名 身份证 号码 送货地址 以及手机 以及你有效的一个信箱 就可以注册成为我们的品牌经销商 那只要购买加盟的套餐 任选一组 任选一组 购买任何一个套餐 成为我们的品牌经销商 可以分享产品同时拥有一个专属你个人的二维码 作为推广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今天在凯莉的平台是来这里赚美金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公司的合格品牌经销商 那目前来讲 如果你想要利益最大化 你想要享受公司最大的获利 有两个管道 一个就是购买套餐成为我们的独立品牌经销商 那经销商可以享受我们的零售奖金 还有推荐奖金 以及我们的矩阵奖金 待会会细则的跟大家做说明 那第二个就是自己是品牌的经销商 如果在我们的工区推荐两个一样是品牌经销商 就可以成为我们合格的经销商 相当于你在空中开连锁店的一个经销商 合格的品牌经销商可以享受八项的奖金 有零售奖金、推荐奖金、分销奖金、拓展奖金以及业绩奖金 还有领导奖金跟矩阵奖金跟全球分红 有八项奖金可以享受到 那在我们凯利的平台里面 第一个不需要考核 只要你推荐两个合格的品牌 就是推荐两个品牌经销商 你就是供需合格的经销商 成为合格的经销商 所有的奖金都不需要考核 不需要考核 只要达到了就可以领取 那我们的奖金八项奖金 它有分PV值跟CV值 很多人在问什么是PV值 什么是CV值 那CV呢 它是一个顾客注册 不需要任何费用 就是在我们的优惠品牌商里面 只要购买产品呢 就可以有一个CV 那这个CV呢 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账户 就是我们的账户呢 成为一个活跃的一个账户 成为活跃的账户 才可以领取公司所有的奖金 我们是每半个月计算一次 每半个月 1号到15号呢 算是一起的奖金发放 我们是日解双周零钱 日解双周零钱 所以呢16号到月底 是一个周期 什么一个月会有 播放两次薪水的一个机会 那PV值它就是品牌 经销商购买产品 产生的分值用PV来计算 那PV值用来计算 介绍奖金 我们的推荐奖金 首次购买的套餐 都是用这个PV来计算 然后呢 可以计算我们的业绩奖金 跟我们的领导奖金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每一项奖金的一个获利来源 那凯利呢 他有一个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色 叫210的一个奖金制度 那这也是有别于市场上面 别人没有而我们有 那是人无我有 我有别人也有的 我们更精进 更精进 所以呢 我觉得210特色是 吸引非常多领导人 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才 来参与合作我们 凯利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 这8项的奖金做一个分解 2的意思就是双轨制 双轨制就是 我们在市场上面 大概都有听到双轨制 或者是双向制 双向制 那公司给我们两个营运区 左区的右区跟右 左边的右 左边跟右边的营运区 也就是公区推荐两个 双轨就是左边跟右边两个市场 两个市场 那他可以领到公司的8项奖金 到8项奖金 符合公区有两个独立的品牌 经销商 就可以连锁合格的品牌 经销商 开始享受我们8项的奖金 有零售推荐 分销 拓展 然后业绩管理局正跟全球分红 8项奖金 那一的意思就是单轨 那我们在市场里面发展双轨 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两条组织 平衡发展 所以一条组织单轨 只要符合公区里面有两个独立的品牌经销商 成为连锁店的一个合格品牌经销商 就可以享受7项奖金 有零售推荐 分销 拓展 管理 矩阵 跟全球分红 除了这个业绩奖金 没有以外 我们一条组织单边 依然可以领到公司所有的奖金 这也是人无我有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感谢公司能够设计出这么棒的一个制度 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分红计划成就自己的梦想 零的意思就是就算我没有推荐任何一个经销商 没有关系 只要你购买一套加盟套餐 成为独立品牌经销商 就可以享受三种奖金 一个就是零售推荐跟矩阵奖金 矩阵奖金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福利奖金 这是我们凯利210的特色 有双轨最大获利 一条依然可以让你赚大钱 就算我存消费公司一样 让我有机会分红 有机会分红 这是我们的210特色 目前我们的套餐有四种 有四种八种福利 四种 那加盟我们凯利很简单 你只要消费任何一套产品 你就可以成为公司的终身会员 终身会员 有499块的美金 有1099美金 以及2399美金跟2999美金 这所有的费用 它含税含运费跟关税 一次到位的一个 一次到位的一个费用 如果今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套餐 加盟我们凯利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推广一个4999的套餐 基本上我们可以有推荐奖金 那新人有新人领券 那PV呢是算125 125PV CV呢是160CV 活药期是五期 那我们是半个月一起 活药期五期 就是有两个半月的活药期 那分销奖金呢 公司给我们四代 那如果我推广一个这个4999 以上的所有时代都可以临到什么 分销奖金三块钱 那在我们的矩阵里面呢 我们可以领取五成的矩阵 五成的矩阵 所以呢 你加盟的同时 在这里的获利就有一些区别 有一些区别 那1099呢 我们介绍一个1099 就150美金 新人本身会多200块的美金领券 那PV的计算是350PV CV是360CV 等于是时期的一个活药会员 时期呢 相当于五个月 五个月 所以真的非常让利给所有的消费者 那分销奖数呢 有六代 然后分销 如果推广一个这个往下 往上延伸是九块钱 矩阵有十成 那我们经典套餐呢 推荐一个是300块美金 新人礼券有500 PV是950 这个PV是放在我们的业绩奖金 刚刚有说到 除了这个推荐奖金的计算以外 还是还有放在我们的双区 左区跟右区 看你业绩产生在哪一区 那我们这个是来换算对控奖金的一个计算 以及我们的对等奖金 那CV是我们的活药的奇数 那如果是2399呢 公司给我们是20期 20期相当于10个月 10个月不需要再消费 那分销代数是8代 分销奖金是18块美金 那矩阵陈数呢 是15成 那最好的福利 大概就是我们的2999 推荐一个2999的套餐呢 有500块的推荐奖金 新人礼券呢 有1000块 然后呢 PV是1250PV CV是920CV 活药期呢 是一整年 一整年 那这一整年 只要购买一个套 就是2999块的套餐 相当于一整年 都可以好好的发展组织 不需要照顾到你的活药 活药的活药期 那只要有这个套餐呢 新人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 分销奖金30块 举证是公司最高的 举证16成 16成 那我们的产品券呢 仅用于对话我们凯利的产品 那非销获得的资格呢 必须是品牌 合格品牌经销商 所以呢 我们公区必须推荐两个品牌经销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零售奖金 只要分享顾客 这是主要是有很多人 他可能就是还不想进入到我们的组织系统里面 所以呢 他只是想要做一个单纯的消费者 所以在注册的时候我们可以注册优惠顾客的这个直接注册加盟 我们优惠顾客就可以了 那零售的费用即可以享受呢 会员价 就是我们的一般消费者他想要购买产品 他就可以用会员价来购物 那公司会奖励给推荐人CV10%的奖金 那宏如也非常幸运 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透过网络认识一个朋友 就直接购买我们的加盟优惠顾客 买了一套产品 自己注册 然后自己购买 那买了大概是240CV 所以公司就直接给我240CV的一个火药器 而且还可以拿到10%的推荐奖金 所以呢 在这个优惠顾客里面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些人他只是纯粹消费 你用优惠顾客去购买会员价给客户 给我们的顾客 但是呢我们却能够享受他购买产品的一个火药器 所以看他买的产品 我们就可以享受多少个月或者是几期的一个火药器 这是我想市场没有的 市场没有的 那接下来就是推荐奖金 刚刚有提到 只要推荐一个4999 那我们有50块的美金 新人有50块的美金的一个礼券 那1099就是150块 然后呢新人得到的是200块美金的礼券 2399就是300块的美金 新人呢有500块的礼券 2999有推荐奖金500块 然后有1000块的新人有1000块美金的一个礼券 所以呢推荐不同的套餐 获得不同的奖励 新人礼券呢就是只适用于我们兑换公司产品的一个兑换 所以我们新人呢购买产品之后还可以拿到我们的新人礼券 这新人礼券等于就是你的折扣 就是你的折扣 买越多享受越高的一个折扣 享受越高的一个折扣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分销奖金 分销奖金呢 分销奖金是直接到店里 分销奖金呢 我们可以领 如果你推荐两个好朋友 这两个好朋友延伸下去的最高四到十代 四到十代 因为我们现在2999可以拿到四代 不是499可以拿到四代 2999可以拿到十代 所以是四代到十代 四代到十代 那在我们的团队当中线下的会员 每签进一个新的品牌合作商 在他得到推荐奖金之外 如果他在我们的时代之内 在我们的时代之内哦 你将得到推荐奖金的6% 推荐奖金的6% 举例我们今天推 底下多一个会员 他是用2999的一个套餐进来 那我们介绍奖金是500块 500块的6%就是30块的分销奖金 加入的品牌合作商将根据他所购买不同的加盟套餐 获得分销奖金的代数 所以如果自己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购买什么样的套餐 那你可以得到有多深的代数 是四代到十代 所以如果我们的品牌合作商之前购买了小的套餐 之后想要拿到十代拿到最高的分销代数 我们只要在我们的账户重新购买 一个想获得分销代数的套餐就可以了 所以呢升级没有补差额 如果今天我是用499加盟 但是我觉得四代 我的组织延伸的速度很快 我想要拿到十代的一个分销奖金 只要在原位置升级就可以了 升级是不补差额 所以呢现在我们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看懂凯利 我相信很多人就会直接升级到最大的套餐 最大的套餐 那接下来这个拓展奖金无限代 这个也是我个人在上个月公司推出8月1号到8月底 公司推出这个拓展奖金无限代 我个人在这笔奖金也是一个受益人 那虽然宏儒加盟我们凯利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在短短这几个月当中 我享受了过去在发展组织前所未有的一个开心 开心 那所以呢拓展奖金如果看懂的话 每一个人一定会在这个平台里面成为你想要的一个目标 成为目标 那我们要如何领取我们的拓展奖金 就是从你推荐合格的那两个人开始 我们只要协助这两个人二二复制 人数达到十个人的时候 你就是公司的一心懂事 那一心懂事你可以领整个组织的5%的收入 那二心非常的简单 整个团队从两个人延伸到20个人的时候 你就是公司的二心懂事 延伸到50个人 你就是公司的三心懂事 那二心可以领取10% 三心是20% 完成100个人 你就是公司的四心懂事 不需要考核 只要人数达到你就是合格的一个星级懂事 四心可以领取30% 那五心就可以领到40% 那五心的人数只要达到200个人就可以 不需要考核 只要你照顾好你推荐的这两个人 十二代里面人数都计算在这里面 然后要进一身公司的一转呢 非常的简单 在我的整个团队里面 十二代里面 有500个人 也不需要考核 就是你的团队里面 有500个人 你就是公司的一心钻石 可以领取46% 那二心钻石呢 是1000个人 50% 三心钻石呢 是2000人 52% 四心钻石是 4000人 53% 五心钻石 就是 五心是 6000人 54% 那六心钻石是8000人 55% 七心钻石达到1万人 你就可以领到推荐奖金的56% 非常可观哦 如果自己往下延伸 下去的无限贷 无限贷 都能够领 那在这个领取的当中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举个例子 直推 直推的团队里面 推荐购买一个 2999的套餐 就是自尊套餐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 从二心好了 二心赚 二心董事 如果你底下没有一心董事 从你这个团队里面 延伸一个2999 你就可以领取10% 10%就是50块 如果你前面有一个 一心董事 那一心董事 他本身就是领25块 你跟一心董事之间 差额有5% 那差额有5% 你本身就是扣掉这25块 你本人就可以领到25块 那所以呢 看你现在目前的级别 然后呢 产生的业绩 无限贷都跟你有关系 其实公司让利最多的是在二心到五心这个阶段 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快速的建构个人的团队 从两个人去延伸 如果能力好一点 可以从六个人去延伸 十二代里面产生的人数就可以让你成为一心二心三心到五心的董事 在这个阶段里面 获利是最高的 好五心到一心一转呢 中间是差6% 一转到二转呢 差4% 二转到三转差2% 后面都是差1% 当然我们晋升到转死之后人数越多 一趴是也非常非常的可观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是 现在在全球呢 最高的新 最高的级别目前是三颗三转 三颗三转 那在我们台湾目前有一颗二转 那有一个一转 如果一转底下所产生的 那一转本身呢 跟二转是差6% 所以其实在这个拓展奖金 无限带的这个急差奖金 我想在一般的传统的业务 能够拿到无限带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而且前所未有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组织 这么好的奖励制度办法 所以呢 单单上个月 我在拓展奖金 这个部分就已经超过1000块美金 也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刚开始启动 就可以领到这么高的奖金 真的是非常棒 好 那业绩奖金就是我们俗称的对碰奖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推广大边左区跟右区 你的公区不一定会在左区 你的公区有可能是在右区 当然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以左区为主 目前整个全球都是以左区为主 当我们大边形成的时候 我们小区只要有一个250PV 然后对上我们大区积分500PV 公司就会直接给你35块的美金 35块的美金 那我们是每天结算 就是秒节只要有产生产生积分 小编产生积分 你就会有就是会有35块的美金 如果一天产生1250PV 就是我们大套的积分 就是买2999 直接就是碰5次 5次乘以35块 就等于是175块美金 所以呢 只要你小区产生一个至尊套餐 你就可以直接领走175块美金 那在我们每一期呢 就是两个礼拜最高领取3000局 那剩下的积分 业绩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PV是保留 保留我们所有的PV 不归零 就算你这一期忘记了 国药 就是没有成为国药的品牌合作商 没有关系哦 没有关系 公司不会一次把你大编 就是做解除 大概就是扣你10% 扣你18 就是怕你忘记哦 那再过去呢 在这个很多的平台里面 这是业绩会归零 我们在这边业绩不归零哦 那一个月最高的封顶是21万美金 所以在这个对碰奖金里面 我们一个月最高就是21万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是600多万哦 所以呢 也非常非常的可观哦 非常的可观 好 那领导奖金呢 我们可以领到10代10% 这也是市场上面没有的哦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领导奖金都是 第一代可以领比加高 到后面大概就是5% 3% 2% 1% 我们是领10代10% 10代10% 那如果你晋升公司的一星董事 刚刚有提到一星就是10个人 你可以领取第一代的10% 二星呢 可以领到一二代的10% 三星呢 可以领到一二三代的10% 以此类推五星可以领到一二三四五代的10% 一赚再领多一代 而多一代最高最高就是领到10% 我们这所有的人数都是在我们12代以内的总人数 所以呢 鼓励我们线上的伙伴就是一代二 就是每一个人去找两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一起来完成我的钻石人生 那就算我们整个组织只有发展单边 刚刚的业织奖金只有业织奖金是要双向对碰产生奖金 但是所有的奖金都是单区都可以拿奖金 而且不需要考核 你只要活药人数足够 你就可以领取公司的所有奖金 所以呢 凯利公司所有的奖项呢 不考核我们的销售业绩 这是市场没有的 只需要你是一个合格的品牌合作商 那合格的品牌合作商就是公区有两个活药 刚刚一直提到就是公区要有两个活药的品牌合作商 所以绝对一定要好好照顾到你的这两个在公区的伙伴 所以呢 所有奖金都可以领到 然后看我们的团队血缘关系 我们的42代 12代的人数多少品牌合作商是活药的 最高可以领取10代10% 10代10% 真正享受双倍带给我们的财富 而且这笔奖金你推荐的人数越多 奖金是没有任何的封顶 所以推荐的人数多 辅导的人数多 相对的你的收入自然就会越高 好 举证奖金 第七项举证奖金 这也是所谓的静态奖金 就是我可能都没有发展组织 我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介绍 但是呢 我们纯粹消费者也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举证奖金里面 排队领钱 好 排队领钱 那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举证里面 我们的系统就是有左边跟右边 走二的N次方往下发展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所以呢 那我们的举证福利奖呢 只要在我们的举证闪下 有活药的一个品牌合作商 按照购买的套餐 先后顺序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进行排列 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如果这些人底下是我直推的 他永远都在我 我的底下 如果这个人他推的 他不会跑到这边 他只会在他的组织里面 所以呢 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永远不会到别人的举证里面 但是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 也有可能滑落在你的举证 闪下的 在你的举证里面 那闪下一般会出现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有可能是 比如这个是红儒 红儒推荐的一号在这边 朋友 二号在这边 如果推荐的三号会到这里 对于一号的朋友来讲 这个人未来所发展的 都跟这个一号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有可能是 上面滑落下来的人 那第二个就是自己直推出来的人 比如一号是红儒的朋友 二号也是红儒的朋友 这两个都是我自己的朋友 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可能都是我自己做自己的推广出来的 不是上面滑落下来的 所以呢 也会自动也会在你的举证里面 第三种人就是我的伙伴推荐出来的人 举例这个一号朋友他能力很好 推荐了这个三号四号推荐三号四号 五号六号七号 这个人推荐下来的一定是在他的16层的举证里面 他推荐的人不会跑到这边 他推荐的人不会到这里 他推荐的也不会到这里来 但是对我来讲 他们全部都是我以下的16层 刚刚在前面有提到 我们购买最大的套餐是2999 可以领取最高的层数就是16层 所以我们有三种人自动会滑落在你的矩阵里面 矩阵里面 在你的伙伴矩阵里面 无论你是否有没有血缘关系 有可能这个一号是上面滑落下来的 但是这一号所延伸下去的 每一个人都跟红颅有关心 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这个人跟我们不是血缘关系 但是只要落在我的矩阵里面 他一辈子的消费3块钱都会跟我有关系 所以无论跟你是否有血缘关系 每个活药的账户里面公司 每个月奖励我们3块钱美金 活药的人数越多拿的越多 拿的越多 那越封顶最高就是38万美金 那38万美金怎么来的 是从这个两个 我们一层每个人都只有两个位置 红颅的两个位置左边跟右边 这个一号的位置也是左边跟右边 这个二号的位置都是左边跟右边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两个位置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一层会两个 第二层一定会有四个人 第三层的会有八个人 好16、32、64以此类推 那到16层呢 我们加起来所有的人数 一层会有十个十百千万 13万 13万人 这13万人每一位都给我们3块钱美金 所以我们月封顶最高就是38万 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有稍微考核一下你的CV 就是你的有没有推荐人数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消费者 最高一期是领一千块美金 一千块美金 那一个月是领两次 所以是两千块美金 那一二薪呢 我们是最高领取四千块美金 三四薪呢可以领一万 五薪呢可以领两万 一二赚呢可以领四万 我讲的是一个月 一个月可以领四万 三四赚呢可以领五万 五六赚呢可以领十万 最高七薪赚可以领到十九万 三十八万 十九加十九就是三十八万 所以这一笔奖金 其实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如果我们每个月可以领到两千块美金 我都没有推荐任何一个人 也是非常的可观 这个是我们的举证奖金 举证奖金 那全球分红 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期待 成为公司的钻石 那公司的钻石在这边 凯利公司就是 他要让所有发展团队的每一个合作品牌商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团队系统之间的配合 努力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公司拿出全球业绩的三% 用计奖金给达到一星钻石以上的领导人 如果我们十二代里面有五百个合作品牌商都是活跃的 那么你就是公司的一星钻石 可以享受一份的这个分红 那如果你是有一千个活跃的品牌 品牌合作商 你就是二星钻石享受两份 那就看我们这个图 这个图如果我们一起是半个月 半个月 那公司是一季给我们一次 那一季给一次 如果你是每个月都完成的话 基本上公司在一季会分给你六份 分给你六份 那二传呢 每一期是两份 那一季是十二份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的奖金周期 累计分红分数 奖金的季度分红总额 加上我们的分红分数 加全平均结算下来 所以这一笔奖金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举例 这边又一个举例 那我们的奖金季度结算 就是每一季度结算 举例 这个季度的业绩 它是按照PV跟CV 如果有一千万分 加起来有一千万分 那我们一千万分乘以3% 就有个十百千万 十万 三十万 然后除以符合资格的钻石 那比例来分红 所以呢 我们每一份呢 钻石分红 每一份是三百块 它是用这样来计算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心钻石就拿三百块 如果二心钻石呢 是一份是拿三百吗 它是两份就拿两份 但是一季呢 一季如果一心钻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六份 六乘以三百这样子 如果你是七心钻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成为公司的钻石 除了这一个三%的全球分红以外 公司还会额外的送给我们 股份 就是我们就是萨斯上贵的股份 待会也要跟大家讲 那我们目前来讲 全球都还是在市民运 在短短的这几个月当中 整个凯利就像一匹黑马一样 造成一股旋风 造成一股旋风 所以呢 我们如何稳定发展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系统可以快速的发展 所以呢 简单的成功法 成功法 简单的复制 简单 让我们在这里成功 持有不二法 就是每个人可以带两个人 一带二 一带二 那如果二二复制呢 你上钻石的时间 大概是在第七层就可以上钻石 如果你是六六复制的话 很可观 你大概是在第五层就可以上钻石 如果你是十时复制的话 原则上我们在第三层 我们就可以达到钻石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手拉手 手拉手 一起手把手的 把我们目前的目标心设定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在凯利的平台里面 一起成功 一起成功 那所以呢 如何快速发展我们的团队 如果我们有能力的找六个人 如果能力更好一点 找十个人一起来经营 那经过三次的裂变 整个团队一定会达到一万人 就是我们公司的七星钻石 那如果这9900个人 都只是消费 有一百个人在推荐新人 我们的分销奖金 我们的拓展奖金 真的是可以算得出来 每个月真的是非常可观 光是我们的举证奖金 举证奖金一个人三块钱 就有三万块的美金 那七星钻石 因为一万人就是公司的七星钻石 有每个月有两百份的一个分红 也是非常的客观 是不难以想象的一个收入 还不包含我们的业绩奖金 跟管理奖金 所以整个在凯利的这个制度里面 单边不用考核就能够上钻石 只要保持两个活跃 在我们的公区上面 人数到达 你就可以成为公司的钻石 这是我过去在其他平台里面 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个福气 所以能够认识凯利 我觉得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一生的幸福 那我们也相信分享是一种幸福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凯利的产品非常革命性 而且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公司的背景非常的雄厚 财力非常的雄厚 所以在凯利的平台里面懂得分享 你就是全天下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凯利的平台里面 成为神亮亮的钻石 前两天我听到我们Tony老师 在国际的一个分享会里面 就是应该是在礼拜四 Tony老师应该是礼拜四 他的分享 他分享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非常的哽咽 就是公司 公司基本上 福一这家公司 他的产业链 帮助非常多的一些品牌 做一个渠道的一个销售 但是这个是我们福一公司 KOS KOS 这是我们公司的子公司 那目前来讲 我们的钻石可以领取我们KOS 已经是在美国上市上柜的一个 就是子公司 给我们所有的钻石分红 然后发股票的一个利多 就是这个KOS的股票 分给我们所有的钻石 所以我们真的是遇到一个非常德行高的一个老板 然后在我们的平台里面真的是 我每一次学习 每一次听到公司带给我们的福音 我个人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我们老板对于愿意在凯利平台里面付出 然后 据小声点 在这个平台里面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虽然是2020年年底全球布局我们网路营 跟我们的师弟夫一起创建这个美商凯利 每一场瘟疫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认为在新冠 就是在我们这个疫情之后 凯利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所以一旦我们选择这个平台之后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